那么我们继续请夫人来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提到说 有些中年的一些 所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 是被迁累的 那有些是自己所造成的 我们继续请夫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他会觉得不感恩 就是因为这情节不是我开气 这情节也是我料的 为什么我来担当 我就来担当 那个感觉很厉害 厉害我也觉得 这个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很不甘愿 那所以这种情形 最笨的人才会让自己走到这种绝境 聪明的人是在 事先你就要知道说 在很多事情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不是没有源头的 他一定都有源头 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 那么从紫微斗树命盘 为什么紫微斗树会让 这个一般的这个 有一点姿势水准的人能够幸福 就是因为他可以很清楚的 而且非常有条理的 可以说出所以然来 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通常我们在流年 每一年的流年的这个流动里面呢 我们去查询 哪一年他引动的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因 他开始有了这个因 那这个因你有没有去种 如果你去种了 那么他在可能在隔年 或者是在哪一年 或哪一年 他就会兑现了 所以通常一般呢 发生一件重大的赔钱 或者是伤财或伤命的事情 都是有机可循的 比如说我们谈到说 我们有一个这个朋友 他就是在走这个 第四步大线的时候 就是走紫田县 那这个紫田县呢 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因为他本身呢 是财心做命的 可是呢 他的父母工 他的父母工 他们对父母非常的好 对父母非常的孝顺 结果这个这个娄子呢 就不是自己捅下来的了 是他的父母捅下来的 他的父母就去玩大家乐 去牵大家乐 结果那个牵还不是一百万两百万 是一千万两千万 真的是一千万两千万 然后他那个感觉 是真的是想要去撞墙 因为我肯定会贪哦 我也不知道贪一千万两千万 就给你败了 但是问题是 他如果没给他败 他老爸老母 真的就只有去跳楼祖山 因为人家就逼到家里来了 那像这种情形呢 就变成说 他会觉得说 好那到底要爸爸妈妈 还是要钱 所以他们就兄弟姐妹 集合起来 对 就是告代的告代 然后借款的借款 然后周转的周转 然后标会的标会 就把这样的一两千万 就是这样分歧 用他们小孩的薪水跟生命 来分歧互宽 像这种情形就是说 你所背负的是 你的长辈的债 对 那长辈的债 那是因为说 在家里还有材料探家 对 这家里没有材料探家 要如何 所以像这种情形 叫做什么 不认分 不认分 真的是不认分 所以你想看看 然后后来 后来 我们去了解情况因素是什么 是这个妈妈认为说 我就是想要让 你爸爸能够回大陆 那你要让爸爸回大陆 也不必去签大家了 他说 可是我不想跟你们 要伸手要钱 是 那你不想跟小孩 伸手要钱 那你有什么栽调 对 来签大家了 结果死的小孩 每个人都这样 请家荡产 对 然后他这里面 还签到圈套 圈套 设计他 设计他 就是说 邻居借钱 故意借钱给他 那为什么 故意借钱给他 因为邻居知道 他家里还有田产 他家里还有财产 就有田地 然后他的小孩 个个也都还算不错的 所以人家设计他 那像这种情形的话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愿望 所以当这个朋友 来跟我谈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也谈到紫薇 抖出命盘的时候 他才非常的 这个惊叹说 可以看得出来 对 他才非常的惊叹说 如果他早一点学 早一点认识 欣欣夫人 早一点学的话 那么这个因素 都可以查得出来 早就去 早就去 哪里放掉了 对 去提醒 对不对 是 所以呢 不过呢 我们真的是希望 每一位听众朋友 不要像这位朋友 事情发生才在遗憾 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提早预防的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请夫人 来跟我们谈一谈 在中年的时候 比方以现在 这个景气这么不好 可是还是有的 蛮好的啊 那这是不是有一些 迹象脉络可循 还有我们如何 能够奠定 比较良好的基础 走到第四步 大线的时候 不会落入那种 悲困的情境呢 对 其实在这几个礼拜 我们一直在谈中年危机 我感觉上好像很悲惨 对 这个慧如跟欣妇两个都感觉到说 哎呦 这名字好像没希望了 是啊 真的是太悲了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其实在紫薇斗树命理里面 它呈现的是百分之五十的对比 也就是说 在中年这步大线 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步大线 跟第五步大线 这两步大线呢 它刚好是一半的人呢 它是从顺境走过来 然后它刚好在第四步大线 跟第五步大线呢 它呈现一个低点 一个低点 所以它刚好是下滑点 是一个山谷这样的低点 像个山谷这样 像个下滑点 那这个下滑点呢 就表示说 它前面所辛苦的 到这里刚好会化为乌有 尤其是走到四马地 隐身四海味这个地方 隐身四海味这个地方 如果又碰到了地结地空 或者是空节夹破 几乎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半空则刺 白忙一场 那这个呢 如果说你事先懂命牌 如果说你是新兴富人的学生 你懂命牌 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 你就要在前面 在前面还没有交进 这个这步大线的时候 你就要见好就收 就收啊 然后守成 守成 比如说像今年初的股票 其实在大选后 大选后有个庆祝行情到一万多点 那那个时候 如果你自己本身懂命牌 你看看你今年的流年 假设你今年的流年 呈现的是不好的组合 那个一万点那个时候呢 就是要收了 要收 那当然 在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 他们在这个时候 收得很好 他们收得很好 他们在一万点那个时候呢 就收起来 真的都大丰收了 都大丰收 而且呢 他没有狠狠 他没有反做空 他就是收起来 然后就去 就去忙他的事情了 或者去专心去念经啊 或者去打坐啊 对啊 要不然就去学紫薇斗数啊 是是是 要不然就专心的去投入一个领域 然后钱在那边都没有key感 这样 多好啊 那个时候呢 就会让很多那种 从一万点摘下来五千点人 非常的羡慕 所以这个里面 我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说 听兴奋的节目呢 不是只是好听而已 哦兴奋你讲得好棒 你口才好好 很棒很棒 不是这样子而已 你听兴奋的节目 是要有所启发 而且呢 还要有所获得 是 新兴奋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 所告诉你的那些人生的一个经验 跟人生的这种智慧 你要好好的去把它运用 否则你听我的节目是白听的 对 真的是白听的 没错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在此为斗数的领域 因为由于不了解 而因为新兴奋的牵引 你了解了这门学问 你就要去运用它 那么在人生的第四步线 第四步大线跟第五步大线 如果说这个组合是走得很好的 比如说你从年轻走来 一路都离离离离离 就好像我之前曾经谈过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就是煞心单手 然后连续三步大线 都走得很不好 所以婚姻也没忘 工作也离离离离离 不是离离离离就很辛苦 就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艰辛 然后每天呢 就感觉到好像 这薪水拿来 就感觉不是吃油 就没有了 就会感觉到说 生命的那种扎实感 生命的扎实感 非常的脆弱 他也不晓得 他明天的希望在哪里 可是他进入第四步大线的时候呢 刚好所有的极星 通通汇集了 像这种情景就是因为 他的人生的能量 要在这个大线里面爆发 所以像这种人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在 这个快要走入 那个低点就鼓点鼓底 快要走完的鼓底呢 要上来的时候 他做好准备了 而不是说 因为已经过惯的 这种悲的生活了 然后连那个好运来临 他都还认为说 那感觉真的 那是真的吗 还怀疑呢 对 还怀疑 认为那是不是在做梦 所以这种情景 就会又错失良机 对对对 或错失机会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有一句口头禅 就是说 天要做你 你真是厉害 是 天要没做你 你真的没厉害 所以我们要了解 自己的幸运 如果你的幸运 走得很好的时候 你不需要他怕 只会他去 不是啊 一起去 一起向前冲 对 一起向前冲 就是说 你不用怕 你什么都不用怕 就像新一夫一样 什么用不怕 最前走 一切under control 在你的掌握当中 所以就是因为有幸运 就说 你有怕这个幸运 就表示天要做你 天要做你 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准备好了吗 人家说天助自助者也 对 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你自己的能耐 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实力 对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说你准备好了 你的能耐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机会来临 大家都不知倒地的时候 你就起来了 你就起来了 对 好 所以呢 在这个一片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惨的时候 有异军突起 对不对 所以新西夫人的节目 不只好听 可以让我们有个省思 那么我觉得夫人 就像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要带领着大家 进入紫薇斗树的殿堂 那么我们希望听众朋友 你不用再犹豫了 再犹豫下去的话 也许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还不晓得掌握住呢 感谢观看